人得脑梗挺重视脑梗 但是不知道其实脑梗是来自于仿颤 对 身边中国人仿颤的多不多 中国人流行病研究呢 总体上评价在一千万左右 预期呢再过三十年 到二零五零年前后呢 还会增加一倍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迎在心脏 这一期的迎在心脏呢 我们继续请来我们国家知名的心血管病专家 马长生教授 马长生教授您好 马主任 今天我们录这期节目的这个时间啊 很巧 10月29号是世界足中日 这个咱们中国人脑梗的 就是脑足中的特别多 无论是缺血性出血性 但是他背后的原因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 是特别容易被大众忽视 就是您刚才讲的房产 咱们中国人好多人得脑梗挺重视脑梗 但是不知道其实脑梗是来自于房产 对 是的 因为咱们2021版的这个相关的房产的治疗建议 中华医学会发的 上头就说 全世界现在5630万的房产患者 欧洲55岁以上的可以说三个里头就有一个房产 那么我们身边中国人房产的多不多 中国人流行病研究呢 总体上评价在1000万左右 预期呢 再过30年到2050年前后呢 还会增加一倍 就变成了 老龄化社会的来源 对 老龄化 所以呢 它是个常见病 就是尤其是老年人的常见病 就仅次于呢 现在我们说最多的是高血压 对 第二个就是冠心病 对 第三个就是房产 房产 就是作为个人感觉 房产会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高血压病人越来越多 对 高血压呢 在某种程度上 如果控制不好 左心房 就是这个地方 老龄化社会增大 左心房增大之后 这就容易发生房产 对 老龄化社会 今天大家关注您 都是在想问 我已经发现房产了 这个发现房产之后 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因为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 这是大家都关注的话题 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现在房产呢 最重要的呢 就是预防中风 可以说80%到90%的病人 需要吃抗凝药 抗凝药呢 让血液稀释 不容易长血栓 可以减少大约70%左右的栓塞 那就是你好好吃药 你脑梗塞的可能性 就会减少三分之二以上 这是最重要 对 好好吃抗凝药 大家注意啊 抗凝药跟抗血小板药 不是一类药 也就是今天我在这儿衍生一句 马主任 您说的第一点治疗 就是药物治疗 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选择合适他的抗凝药 但是这不代表吃阿斯匹林就足够了 对 阿斯匹林没有用 就必须吃抗凝药 阿斯匹林是抗血小板药 动脉周样硬化的病 用抗血小板药 比如冠心病放支架了 脑动脉狭窄 导致脑更塞了 要抗血小板 但是防禅必须用抗凝药 不一样 抗凝药和抗血小板药不一样 抗凝药呢 以前有一个老的经典的 马主任是华法林 但是这些年的一些新型抗凝药 也就是NOAC 这个可能老百姓听着绝听不懂 实际上老百姓接触多的就是新型抗凝药 NOAC 立法沙斑 打笔加瓶 艾多沙斑等 马主任这一类的药物 现在看到它的巨大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它不用化验监测了 它总体上呢 要方便很多 同时呢 栓筛 大出血 尤其是大出血 远远的优于华法林 所以这个药呢 就可以说 除了很少数 就所有防禅 极少数的情况下 比如二戒半狭窄 换了人工机械半 否则的话 相当于我们和华法林 一静再见 也就是其实华法林 它造成的出血 不如新型抗凝药 新型抗凝药的出血激励更低 除了一种极特殊的情况 二戒半狭窄 同时换了这种机械半的 这种排除在外 其他的可能新型抗凝药 会有更大的优势 对 马主任 您高屋见零啊 这两句话就点出了 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 这个好多认识的误区和不足 谢谢大家收看 这一期的迎赞心脏 在后面的节目当中 更多关于防颤 以及防颤相关的知识 我们会持续给大家播出 大家关注马长生教授 关注零在心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